香港清洁工罗长青在上水两派人马的冲突中 被砖头砸死 成员带血 罗老伯的儿子就上电视呼吁凶手自首 另外 香港理工大学围成斗一个星期 过去几天在校园内为示威者主食物的男子 今天离开了校园 送院就医 罗老伯在黑衣人和市民冲突时 被非砖击中 伤重送命 他的儿子接受中国央视访问 坦言难以置信 为何一个七十岁的无辜老人会有如此遭遇 爸爸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写过一句话 他说人要在绝望当中去看到希望 所以我是带着绝望当中的希望 走进了我爸爸的病房 看见我爸爸插满了管子在躺在船上 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 我已经没有机会再进校 虽然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但爸爸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他坦言 自己伤心地流不出眼泪 现在只希望凶手自首或任何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破案 我说爸爸 你答应过 要陪我一起看电影 这是你承诺的事 因为你承诺儿子的事你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另外 香港理工大学围城站进入第七天 目前还有大约50名示威者留守现场 他们坦言 在警方封锁下 他们急需饮用水和粮食在内的各种援助 尽管如此 受访示威者认为 所有留守者意志坚定 绝对不会离开 决意要撑过去 首先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围围围围 所以我会在这里跟我的同志 在最后一段时间 在最后一段时间 去做正确的事 八维行动至今 警方已经扣押或登记了超过一千人 司法检控行动也在进行中 另外还有为数不明的示威者 通过下水道或攀绳的方式逃离现场 我们下车的方式逃离现场